没有文化但是会算账 我一整上超市买东 就是算半天我都算不过来 晚上到时候一整还丢钱 精靠牛吗 算是吧 反正我兜里不能摔钱 我在家的时候 我妈那天给我二十块钱摔兜里 逛了一圈 我啥也没干 钱没了 你是变魔术的吧 那你以后别出门了 出门的钱丢不起的 我觉得丢钱还是小事啊 搞不成将来孩子老公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对 出去领着孩子出去溜的一圈孩子没了 二号潘彬桥怎么了 是不是眼太小了 我愁不着 我想看一下她行动女生是谁 十三号留贺南呢 你是真八卦呀 你认为是谁贺南 我刚才猜了十二号吗 现在还仍然进去十二号吗 是 二号你觉得是你吗 然后她没承认 我就特别想知道她行动女生是谁 二号你觉得是你吗 是 如果要是你呢 是我我也不跟她走 就因为眼睛吗 对 你这样 你走到二号对面 你让二号近距离看一下你的眼睛 眼睛挺大的 刚才到我认识了我眼睛不算太大 就因为我眼睛不算太大 所以我想长得眼睛大点 那你等着吧 后边有眼睛到 眼睛小子 我眼睛小子 谢谢 就是问题 她不让我出门 我接受不了 谁都天天给她 我这样 你先把 出门就丢钱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 有的时候就好像似乎离成功越来越近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容易失之交臂的 但是可能就是还是没有缘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点难受 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 机会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缘分在等着你 好吧 好 继续加油 谢谢 但这次来这没有成功 但是我不会费心 让你亚宾人破付机 二号的确是你 而且你一直被他亮着灯的时候 他眼睛里根本就不看别的你 他就觉得一直 我喜欢的这个异众人 一直在为我亮着灯 足矣了 还是没有人 是吧 好 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小伙子 我们缘导告所长得贼带劲 究竟有多带劲呢 来 掌声欢迎一下 不要疯狂的迷恋我 你只是太寂寞 重新的太阳 这一切 亚宾姐好 胖哥好 在场的十六位美女们 你们好 我是刘一鸣 来自于吉林 今年二十四岁 我这里有两大的好 第一好就是身材好 第二好就是长相好 但是我相信我的心中人 一定是最好的 俩好嘎一好 你们跟我走 最后那句话再说一遍 俩好嘎一好 你们跟我走 你们跟我走 一个一个 再来一遍 俩好嘎一好 你跟我走 看一下场上十六个姑娘 姑娘们 考虑一下 请选择 你的权利 最少灭掉一盏灯 没有感觉不来电的 好的 我还要说 燕姐 好 为什么灭我灯呢 个人有点 不够我的标子 场上的女嘉宾 你有穿高跟鞋的 个人没我高呢 我行字吧 看完短片 我再念念 我跟你说 长得帅 没有安全感 知道吗 对啊 你长得帅 你就觉得你很自信 你觉得帅能当卡刷吗 现在女人很现实 我长得不帅 王林觉得他这个长相 没有安全感 是吗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男人 不能光欣赏外表 主要是内在 我觉得帅挺养眼的 多好 我天天看着 多树心呢 你看这安全感 和没有安全感 看看是怎么 怎么理解的 来看一下第一个短片 大家好 我是刘一鸣 今年24岁 来自于吉林 我一直从事的 就是销售行业 可能头两年呢 我是一个男孩 但是这两年呢 全国各地 我去了很多地方 自己一个人吃 一个人住 慢慢的演员 现在的男人 我一直在2012年 开一个属于 自己的太久厅 十四号林花 两年的锻炼 由男孩变成男人 你是咋变的 你这句话 让我们觉得 想入非非 你知道吧 我在外地的时候 是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什么活都要是 自己 自己出去 办很多的事情 男孩和男人的 这个标准是什么的 什么才是他们的 临界点 就像女孩和女人一样 这个不太清楚 反正幼稚 演变成成熟 那就是一个男人 提到男人 这个词 就一定会让人 想入非非吗 男孩 男人 这姑娘是画的有画呀 这是挖银丝 还是判定 刘一鸣内心 是否强大呢 其实这汉语 太丰富了 老王费拉猛的解释 沸腾全场 想继续探讨 男人的问题吗 广告之后 保证跪隐 提到男人这个词 就一定会让人 想入非非吗 一定 燕花你觉得呢 那提到男人 你怎么想入非非了 燕花你就这么说 你说那个 我要如果说是 你要说是 从男孩变成男子汉 然后我就听着舒服了 是吧 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 其实是汉语太丰富了 其实啊 从男孩到男人的 并不意味着 跟女人上过床了之后 就叫男人了 如果内心不强大 即使你到五十岁六十岁 永远都不是男人 对 哎呦 这个太经典了 好 好 好 这个说话太直接了 小伙子长得挺帅的 你抬几件 是不是有老多小姑娘 歇你了 是不是老多人追你了 你追没追过别人呢 为什么追过别人 那你现场 跟我们追一次呗 你比如说 今天你俩就来看 全程热恋来了 像下边的观众一样 你俩挨着做 对 OK 你对他有意思现在 你看天爱手啊 哪爱手啊 兄弟 早在我追女孩那年代 就不用这歌了 对 太老套了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行 你我手机没有电了 你能把你的手机 借我用一下吗 俗 哎呦太难了这 国家 怎么招没怎么招 出三角关系了呢 是吧你把手机给他都行了 行 那你要不啊 不好意思 说要手机不好意思啊 你这不好意思 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 人家给你了的啊 小伙你看你把张选逼成啥样了 手机给你 你说你还不好意思要 连人的手机一起给行不 你要不 不好意思 还是一定一句不好意思啊 好 好来看下一个短片 它呢是双子座的 也许就是双子座有两个性质吧 一面呢就是挺成熟的 有的时候成熟起来可以当我哥哥 照顾我 嗯什么事都顺着我 给别人印象挺大人的 然后有一面呢就是挺小孩的 耍起那个小孩性子的话就是 但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你必须按着他那思路去 他按怎么的你就怎么 要不然就给你 又不是摇你啊 又是亲你啊 或者又是勒你啊 最大的缺点是爱花钱 我想我的儿媳妇呢 个头高点 笑回一些 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 别的没关 是我家的儿媳妇 你就马上牵我儿子的手 我马上回来 小伙你好 刚才短片中提到你爱花钱是吧 是的 请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两千多吧 能花多少 三千 你那些钱都干啥玩啊 玩 买衣装 买鞋 挣两千多花三千块钱 那点扣谁给你补 你爸你妈给你补 自己补 娶媳妇咋办呢 你说媳妇 这月我又花潮了 我花了五千 人吧 等到你成熟了 你稳定了 你有家了 你之前的很多事情 你都会改变 三千块钱 你可能就花上三百了一个月 哥们你想不想过 你现在过惯了一个月花三千的日子 结婚之后你一个月花三百了 这种日子你还能不能适应得了 我是那种就是 都是有多钱花多钱的人 我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月 只花二百块钱三百块钱 你看来更适合找一个 能管得住你的女孩 对 她一个月就给你二百块钱 零花钱 再就不给了 行不 我觉得很幸福 你妈妈说找个高的 个高概念是多高啊 一米六二吧 那你看我够高不呀 好像有点面强 但是肯定不够 这真不好意思 没事 我看你够 谢谢 因为我也丰满的 咱家里多近呢 你没看见呢 那牌 我都瞅你半天了 近一只眼 上个眼睛 上个眼睛都没看我这啊 对不起 你看我哥哥够高吗 太高了 我觉得你太矮了 对啊 我很自卑了 我就特小孩 就有的时候特爱撒娇 能接受了吗 很能接受了 我这里有一个毛病 我就是不会做饭 那以后能保证你做饭吗 我做菜很好吃 好嘞 我比较长了 你一个月要三百 我给你五百 我捣着捣着也能领的出手 你感觉有行吗 你怎么都急到这种程度了呢 你不导致也能领的出手 真的 好伴 我找的一个人是对我很严的 我是一个很好管的男生 你说我要三百 你给我五百 你这是惯我 我欣慕你 我就得惯你 那是因为他爱你 他特别喜欢你 所以他才那么放任你 他去包容你的一切 所以我还这样学一下 瑶瑶你要珍惜 你不想找个帅的吗 他长得挺帅的 而且纯天然的 你珍惜他 你得勒住他 他气管也爱 你不知道吗 你管他就听 我就挺不得的 瑶瑶管不住他 你让他试试我 你看他敢不敢 我迷茫了 迷茫 好好把一个小伙整迷茫了 小伙你花心吧 因为我觉得你在台上表现的就是 那种特别表现自己 然后我觉得有点滑 我一定是个专业的人 我也双双性格 而且特做受善感 现在你的灯灭了 王丹丹是不后悔是吗 好 七号李梦瑶和三号郑薇 都没有意见 我们掌声有请两位 我们来看一下 小伙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 是谁 五号 王丹丹 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丹丹看他选的这个一中人 你什么感觉 很意外 后悔刚才灭灯的举动了吗 行吧 来 接下来你要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如果我出 我朋友今天晚上找我出去玩 但是你 很不想我今天出去 跟他们去吃饭 你会怎么对我说 你留下来陪我不行吗 如果真的不行 那你就去吧 我也是一个 特别特别注重友情的人 我也希望我以后 男朋友朋友圈会特别的广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会同意他去 我不会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那么自私 我不想让你去 就我不想让你去 如果你非得要去 我跟你一起去 好 我想通过回答 你能感觉到 他们三个人的不同的性格 好 如果选择中间的王丹丹 你需要冒风险 因为他的灯灭了 如果选择旁边两位的